穿上感应装置就能增测情绪和潜意志 这不再是电影情节 而将成为中国大陆最新的监控科技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中国大陆政府出资资助研发大脑阅读科技 用来监控员工情绪 运用在生产线和运输上 像是司机帽子常有无限感应器 不论焦虑或兴奋甚至疲劳 都能透过车载云传到网路云端 再让管理者清除掌握 甚至物流公司用此训练新进员工 两年就增加1.4亿收入 会更努力 上班的时候就是那个心力用在工作上 应该基本上你不会再把私人情绪带到工作 生产线上员工手部动作没停过 但疲劳影响速度带上脑波监测 就能调整生产线快慢 可以监测或者是了解我们员工 现在在工作的时候 你注意力或是你表现的状态 如果他进入到精神不好 或是专注力差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助他转换到 不用用这么高专注力的工作环境下面 不过情绪被监看 也被质疑有滥用隐私疑律 那这个信任就是要透过 我们彼此沟通这一份 比如说脑波或是这个data 他会怎么样运用 不会被用来当作是 评效你工作的KPI 不只人脸便是监控渗透到工作领域 连情绪都将无所遁形 东森财经新闻综合报道